各位兄弟又见面 是呀,阿斐中老TV 在讲马之前 今天很开心和各位分享一下 今天终于提出了14000订阅这个关口 所以在这里恭喜恭喜恭喜 多谢各位兄弟的鼎力支持 所以今天阿斐作战到最后 谷草杀科宴的最后一个赛日 阿斐只是讲一个马防动态为主 亦都是迎光幕见到 现在2023年马季的成绩表已经出炉了 截止到7月6日 带头的是吴鹏志 67轮的头马 然后屈居第二的就是吕建威66轮 所以现在全世界是这样 讲完就是吕建威、威哥和吴鹏志 看回这个赛日吴鹏志出场的马匹 虽然是弱早一点 所以全世界的风吹向了威哥马防的马匹 但是刨了之后始终觉得有隐忧 全世界的风向已经全部带动各位师兄 在情感上和河巴上一一二孤行 相信都是威哥赢马的机会大 但是阿斐刨了之后 俗语又说 核旁相争 如人得利 由于今天吴鹏志的手马不算特别英俊 吕建威的马可以攻击他 亦是很多马都可以攻击他 赢头马 顶龙、吴鹏志和吕建威都是各人一场的 亦是锁定了阿斐对于另外一个15倍的莲马斯王 这个赛日我觉得是他赢了机会大 所以今天推荐那个莲马斯 不说他之前的 直接看回多样东西 就是那个是莲马斯 暂时那个是7月10号谷草的那个牌位表 营干幕现在可以见到 俗里建威今天除了第七场之外 九场赛事已经报了八场了 吴鹏志有两场的就是没有料到 加上亦看到阿斐营的灰了都不少马匹 所以吕建威2.75和吴鹏志的六倍 大家去设计一下是哪些马匹赢马 首先说回阿威哥 吕建威威哥是首两场一、二场 其实7号仔的米丁 已经越跑越慢了 没什么料到的 加上何宅尧七档 短途之下不要他很正常了 另外第二场的五斑一千八百米号箭小子 虽然说是降班来跑一个长次 但是阿斐营上网查了很多资料 这只号箭小子其实跑长途适合他 由于他是一只均速马匹 现在也是七档一千八百米赛事 虽然长途 但是马仔近期越跑越慢 同日的对手也拉下去给大家看看 其实阿斐营特别喜欢丁冠豪那只胜利同盟 另外不要当苏惠然这只上市命力是流的 所以锁定了第二场那只抱歉小子也不会赢马 那去到谷草十科宴 不是要他入匹 而是要找头马 所以其实一、二场的 威哥已经没有那个分头在此之下 再看了第三场 第三场那只就是江南勇士 另外第五场那只盈律 也是给了潘顿 也是上网查过了一些资料 其实就是威哥的意思 直接找了官方过来 就是想搏马为主 但是两只马仔 首先看了一只江南勇士 这次直接排了一个档位 七档 同日的对手也有一只一档的 勇进当裔 这只同样是审习成马防得球交代的马匹 连续多次都没有赢过之下 另外全日指导一场马那条片也交代了 吴鹏志那只逐步赢 坦克姿态撞起身都可以屈居第二名 所以其实第三场的 头两名的很大机会 都是沈习成和吴鹏志那里 可以逗一逗 另外12号这只江南勇士 也是马防了 或者是确定出赛 其实赢马不一定赢 只不过找了潘顿过来 就是去搏一搏 希望有一个卓越一点的表现 所以其实第三场 都不是头马是他 已经8场出赛马 有3场也不是特别赢的 看过来 全日旅见威威哥有机会赢马那只马 就是第四场的4班1200米赛事 只有哈罗威 直至提早之前 已经被王牌出赛 今次抽正的4档 现在大热门姿态 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同样的对手 阿飞刨完之后 只剩下两只马 可以攻击一下 分别有三档的 那只9秒9 另外一档的12号 就是幸运星球 但是同样 也不盘着要赢马状态的斗心 兼部署 今天王牌 所以唯独 旅见威全日会赢马那一场 就是锁定了第四场的4号仔哈罗威 其实相对性 只不过是这一场的弱组 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4号仔哈罗威 才可以说有机会赢马 看看第五场的4班1200米赛事 这里就强了多一点 这次真是不幸运 旅见威就抽了9档 虽然是钢斑马 找了就是潘顿 这只营落的同日对手 其实也有好几只 赢马状态也都是光明在一起 现在看回不多讲解 首先 有方家拍 这一场 阿菲特特别喜欢的 是尘宝勇士行先 接着也是沙洲金刚 是丁冠熊马房 转过去高冬年之后 多次都是培养 接着也是有个战绩 所以现在变得热门 一档更加好 另外 那只日池千里 也是非常大用 所以其实已经 一口是降了三只马仔了 这次内档已经是均勒 五档 一档 还有就是二档的 全部已经内档有一定的优势 那一号仔 营落九档 我觉得虽然攻击下来 谷草千二日第五场 赢马的机会 又是减了不少 所以暂时 只剩下第四场的哈罗威 是有机会 可以是一个热门姿态的 赢马 第六场 二班 1650名趋势 双龙出海 六号仔的 王脚立 加上一十号仔的 就是阳明天空 唯独可以 战得力好一点 是六号仔的 王脚立 但是 第六场 二班 全部竞女 各个 李健威想着 王脚立 可以实识多一点 没有想过二班之人 今天全部 马房 基本上是精锐进出的 首先 吴鹏志那只 刀龄复星 都是大勇之大 升班上来挑战一下 加上 沈习城马房的 一号仔的喜连勇敢 上次是给了 何宅 刘刀骑过的 这次找到那个 就是危险驾驶的报名 肯定拨打多一点 另外 前日也是交代了 沈习城加上了 赛若翰交代码 也是超超比 真的超班的了 所以 其实 锁定了的第六场 已经移班 沈习城 两只马 尽速 已经知道了一定的信心 下面 阿基拉 近期的石头 都不差 第六场 已经是劲累频繁之下 吕建威 这一只 黄脚立 我觉得 都是 狗屎一生 也不会是赢头码 不是拿屁 这次是说的头码 所以也没有什么分数得分 好了 去到第九场 那只薄望波 这里直接灰了它 没有了解 这只马仔 近期比较 我不用说它了 唯独有一个 特别奖金加持的 就是做好自己 但是这一场 第八场的三班一签的赛事 有只马仔 已经锁定了 赢马冠军 那个就是廖康命马房的 就是年少多好 直接一档 2.6 1.4 不知道什么了 说完了 不多说它 所以 熊日社 也是阿斐推荐了 要了的马仔 加上 吴鹏志 田坦安 一只二档的 家营鹤彩 亦是内档的 好档位的状态 所以 这只六档的就是艾少女过来刹剧的 做好自己 只可以入三甲 机会大 赢马 一口 说完了 吕建威威哥马房的部署 有机会赢马那只 特别大机会的 第四场的 那只就是哈罗威了 另外 很薄的 有机会是二三名的 基本上三名为主 因为同日 第三第六五场 也有很多劲女的 虽然抽中了七档 劫西马 以及外档的 全部短途的九档 北利 虽然找到判断 救戒一下 也是二三名 加上 还未够二十分 吴鹏志 有机会 铲上来 赢马 第三场 是逐步赢的 我都希望他赢 但是同日 沈习城 也是一只马仔 找了钱坦安 有飞塑支持之下 求交代 拿了一档 这次他跑了九档 虽然多了一点 我对于这只逐步赢 我看过一线 只不过 按照数据 按照档位 以及交代来说 飞塑来说 我喜欢沈习城的 就是 这只11号的 勇俊当裔 好了 看完之下 也是第八场 三班一签 赛事 这里 加营鹏彩的二班 可以挑战一下 就是尿康命买房 那只是年少多好 但是看完之下 年少当好 那个状态 真是年少多好 所以 第八场 直接不挑战 都是尿康命的 所以 八号仔的 加营鹏彩 去到尽 拿第二名 所以 加上了 12分加6分 都是18分 说完了的 吕建威和吴伯志 都好像 低分之下 联马斯王 2.85和5.5倍 如果要买它 我推荐给大家 陈咬金 挖旁相争 15倍的年马斯王 愚人得利 那个愚人是谁呢? 阿飞推荐了 刚刚也是分析了 赛马的所有长次的部署 最后 要了是15倍的 富赵春 是沈习城 沈大师 昨天 出了一条片的 已经交代了 就是说 赛汉加了沈习城的交代马 另外 也是由于沈习城 第三场的勇俊当约赢马姿泰 加上第六场的就是超超比 这两只大热门 已经锁定了20分 我当它超超比 或者是11号的勇俊当约 其中一只 是输失了 但都屈居在23名 从两只居其一 拿着一个冠军之下 要看的 就会为 要靠暴民 或者1号的 就是喜连勇敢 好了 所以今天 阿飞想讲解多一点 1号的喜连勇敢 有没有机会 入头三名 帮忙 加多一点点分数 然后 只要 对比之下 其实很多个马房 都可能各自各 拿了一个冠军 今天 那个联马斯王 应该是低分数 就是 这个战 这个成绩 所以 如果我特别 觉得省立成已经有两分 兼有一分 两批的情况下 接下来很分头 兼是觉得 所有的数据 支持之下 一个冠军 至少有两批 只要是一个批 一个第三名 所以 省立成这个 就是14倍的 联马斯王 极高多一点点 同样拆解多一点点 第3场的 11号的勇俊当约 和5号的超小位 这里 太热 不多讲解 唯独 希望可以加多一点分数 阿飞 就是看一号的喜连勇敢 一提 看了第6场 今次 沈习城 有没有机会 拿个联马斯王 就全靠 就是报名 危险驾驶的报名 超小比 赢马姿态之下的 一号的喜连勇敢 同日的对手 现在有 阿基拉 都灵福星 还有很有心得 这些马 好在 今次 沈大师 拿着那两只马 都是以内当多一点的 上一仗其实有少少一号的喜连勇敢 当日找了何执堯去刷剧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是否是沈习城 要他们中途已经的爆放 就是组织先机拉到前面 但是两只马仔 不断互相烧之下 最后屈居第三名的 那只就是智取神区 烧死了那只 一号的喜连勇敢 上次这只马仔出习已经笨绝了 但是同样 七四六谷草1650名赛事 这只马仔 在2023年之后 最新的那只 是去到6月12日才是去比赛的 但当日比赛之下的129磅的何执堯 做就的时间 1分40秒7 不算特别差的 同日的对手 都是阿基拉 帮上了黄脚立 然后三号仔那只 就是沈大师的马放 配了潘顿的 就是智取神区 那天我不是很明白 亦是阿瑟图 已经是中途 两只沈大师的马放已经是领放出去 互相消失递家 后而居上的阿基拉和黄脚立 就可以拿回1、2名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赛绩 不代表6号仔的 在联勇敢的实际战绩 但是同样 是这样拼在前面之下 亦是紧输了四分三个马位 上次何执堯 亦都是以内荡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相对性 何执堯的骑工 有点是比较保守的 这次一号仔的喜连勇敢 找了危险驾驶的 就是报名 我看了一线多一点的 由于 看回何执堯上一仗 6月12号这个比赛 中途 何执堯已经爆放 和潘顿 坚持在前面 回到内栏 反而到最后 避回就是潘顿 摺到内栏 他不居然在二蝶行走 最后马仔1号仔的喜连勇敢 没入鱼了 状态越来越差 已经烧死了之下 屈脚地失明 但是 今次找回的就是 危险驾驶的报名 我觉得抢内栏 这只一号仔的喜连勇敢 尝试近书四分三个马位 今次 我觉得找报名 很薄马 机会特别大一点 因为 何执堯 可能多次 堂马或者要休养 不会去到尽了 但是 今次 沈习城 找了就是报名 我觉得 175磅 虽然加了6磅 但是看了一条片 这只马仔 其实不算差 不居第四名 我希望今次 直接沈习城 都可以 在这 双龙出海之的状态 直接 一二名 包办了是他们两只马仔 一起回来 6月12号 这只喜连勇敢 今次有没有机会 是赢马 上次真的烧死了 不过来拉奸 一起看片 是8 准备 好 一开门的时候 前面快门的马 埋便位置有电信巴打 中间是亚基拉 内栏黄武第三位 是黄脚立 第四位 外面九五尺套 内栏第五 埋便红三发财先锋 第六位 橙三喜连勇敢 后面的四匹马 分别有这只一先生 智取神区 精彩生活 暂时电流 是超超比 开始转满罐 电信巴打 杀兔进来放 外面位置 就是亚基拉 接着 内栏第三 黄脚立第四位 九五尺套 第五位 内栏发财先锋 第六位 还在喜连勇敢 后面四匹马 仍然是这只一先生 外面智取神区 开始上了一点 尾以为止 大家留意一下 看回 即时见到 潘顿 不断去抢放之下 智取神区 接着 审集成 另一只马仔 就是 何制拆骑 亦是喜连勇敢 两只马仔 不断直路 那一刻 已经爆放出去 拿回那个是内栏的 五位黄脚立第六位 还有九五尺套 后面四只 发财先锋一先生 未以为止精彩生活 暂时电流仍然超超比 过了六百 智取神区 见到 智取神区 其实 潘顿 是这样有位置下 都涉回 难力 吹出一下 但是 何宅遥 为什么不吹出 不知道在等什么 见到人转回他 才在此取行 已经 去回外叠多一点 南位置上来 有黄脚立 中间喜连勇敢 又追回你 外面位置 还有电讯巴打 最出是亚基拉 最后百多米 智取神区 还是先接 外面有喜连勇敢 卖变黄脚立 最出亚基拉来了 接近中 亚基拉外面 有没有机会 盖了 赢了 捧走这个 宜往挑战杯 第二名的马 卖变黄脚立 中间 智取神区 喜连勇敢 就拍相差第三 去到这里 大家可以再看一些后边 马仔转弯的那一刻 其实前面两只审设成的马仔 潘顿其实没问题 他继续以内叠一二叠为主 但是 转弯之下的 何宅堯 突然间 马仔 直接去回三叠 其实转弯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他一开始 为什么不积极多一点 摄回内档 所以这里已经被机会了 入面那一只 王脚立之下 外档的 亦都有 亚基拉 毕竟后移居上赢马 烧死了 没什么力了 后边爆上那一刻 连第三名都没有 最后也是两只审乘成的马 互相抵消之下 只可以判断 拿回内档 可能有力多一点 内蓝了 所以 看完之后 今次找了那个危险驾驶的 报名 我觉得他内档的攻击 会积极多一点 比何宅堯 所以今天 全世界 都是这样吹嘘了 吕剑威哥会拉 投卖赢马的状态 我只会觉得 这一度 威哥 去到尽 得一圆 而反而 所人性局 赢马机会特别大 是审乘成马房的两只马仔 分别 第三场 11号 涌进当裔 加上第六场 五号仔 超超比 两只马仔 不够稳固的情况下 最重要是 1号仔的喜连勇敢 可以帮忙 就是拿回一个 就是日日上名 二三名 应该可理了 所以 今天 直接的 我觉得 这个14倍的 联马司王 就是审乘成的 赢马机会特别大 好了 希望各位今晚 赢得多一点 也都不要 一味一相信 就是吕剑威哥 博马那个状态 因为 真的不是特别 攻击的 也都可以 但有可能在 所以 这次阿斐这个特辑 希望 作战到最后 可以帮到各位师兄 排除马难 赢钱 现在 拜拜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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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